80后,山西的青年马骁也是其中一位 他曾经想靠自己的奋斗在北京闯出一番事业 但最终的他还是屈从了现实,选择回家拼爹了 这个故事是关于官二代马骁的故事,可精彩了 我跟大伙讲讲 这马骁啊,1981年出生 父母都在山西的一个地级市的政法系统工作 父亲老马身居高位 大学毕业之后呢 马骁是拒绝了父亲给他安排到势力政法系统工作的这机会 选择到北京去做北漂 临走的时候,还和父亲打了个赌 说五年之后,我要在北京有房,有编制,有户口 你看,本来在第四年的时候 由于他业绩不错 马骁啊,有升职做出版社主管的机会 结果,最后让这个副社长推荐的人给挤了 心生挫败的马骁心想 你有爹,我也有爹 其实于是不得不回家去拼爹去了 回老家参加了这个法院系统的招路考试 顺顺当当就当上了一名公务员 拼爹是当街社会一个很热门的词哈 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好老爹 能够帮助你这人生道路上少奋斗好多年 和一些官二代比起来 马骁还算是比较有志向 至少他曾经很认真的为自己的人生打拼过 但可惜最后留给他的却是出身未接 身先死的遗憾 不过呀,虽然他最后输了个人的梦想 但至少还有一个好老爹可以帮他一臂之力吧 未来的路想必也不会太坎坷 可是更多无爹可拼在外闯荡的年轻人 在上升渠道被堵了 竞争机会实质性被剥夺之后呢 他们这能抗争过现实吗 理想是很丰满的 但是现实各位却是很骨感的 不能拼爹的孩子 在奋斗的过程当中总要付出更多的